卡斯蒂永波尔多山坡产区 位于波尔多大区东部河谷右岸 产区内的酒庄均为中小规模 初产的葡萄酒融合了浓烈与柔华 风格独特 堪称是创造者的葡萄酒 这里的酒庄同样也大部分都是家族经营 Château des Demoiselles酒庄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家族经营业工作室 从小学生产业的工作室 在学校的学生产业 我帮助我的父亲和父亲和父亲 工作室业在芽业和芽业 所以我已经成立了这份工作室 然后我有机会去旅行 去工作在各种地区域的地区 我看了纳巴沙拉 Toscan 我工作在纳尔兰 在澳大利 我回来工作为我的家 沙兜的德莫杰拉酒庄 靠近多尔多涅河 临河的地理条件 使得葡萄种植区早晨与中午的温差较大 从而有利于增加葡萄的果香浓度 土壤环境也使得葡萄酒层次更为丰富 酒庄主打酿造75%的美乐 搭配25%赤霞珠的红葡萄酒 年产量约为20万瓶 也有每年仅两三千瓶 有百分百美乐酿造的家族特酿 所以是产免是复杂的 可陀配的股脂肪 里面是分极的锅 与开裂酱的食材 是一切比较酱的肌 的肌肉 和配合酱的肌肉 在外面是一切比较酱的肌肉 中枝的肌肉 比较酱的肌肉 从土地到葡萄再到葡萄酒 Shadow des De Moisele的一切 都深深扎根于卡斯蒂永产区 也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比骄傲 我们作为练乡的练习 我们作为练习的练习 我们每天都在有练习的练习 我们在各种地区的练习 我们营充的练习 我们在练习的练习 但是在同时 它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一起 成为练习的练习 所有的练习 我们在练习的练习 各种地区的练习 我们在练习的练习